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公众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的一些案例 如果是这个女性的无名指 无名指比食指长很多 长很多不是一般的长 而且是看起来很明显的长 无名指比食指长很多 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特别是食指相对于无名指来说 太短 一生围绕着家庭 操劳忙碌 但是没有人理解自己 这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 如果是在这个首相当中有这个什么 佛眼闻 佛眼闻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夫子眼 佛眼闻是首相纹路当中的一种 这种纹路在这个大拇指的 第一指节这个虎口这个地方 有这个类似于眼睛一样的纹路 这个称为佛眼 也叫夫子眼 也叫凤眼闻 如果是有这种首相 此人注定一生是不简单 男的可能是娶到富家女 女的呢 也在家里 也是荣誉忘夫 中年之后可以发大财 这个是夫眼闻 夫子眼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当然夫子眼这么多好处 一定要讲究它的规则和形态 像这个夫子眼就有这个开口 上下这个弧度也偏直 所以夫子眼的标准特点 就是上下弧度 非常的这个优美 而且呢 没有开口 上下对称 就是跟眼睛一样 我们记得有一期节目 是专门讲这个 讲这个夫子眼的这个标准 有一些形态的规则 到底是怎么注意的 如果是这个 本身是男人可贵的 这种凤眼闻 再加上凤眼闻 下面如果是有一条什么 有一条横文 这个叫藏宝文 像这种 第一和第二指节之间 出现这种文路 这个叫藏宝文 这个结合夫子眼一起的话 是极其难得 财运很大 可谓是只要藏宝文在手 一发到底不用愁 何谓是 何况这个女性的首相 还是有很多 这个财运的一些符号 比如说 这个如果是三宫饱满 小指下方 财运线比较多的话 还有明显的这个 在掌心的 明堂的位置 明显的三角文 那么这个注定是 金银满屋 一家富贵 那么从首相角度来 分析啊 这个小指的地位啊 小指的地位是仅次于大拇指的 小指表示这个子女 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亲的人 表示我们的后半生的这个福运 大拇指表示父母 表示父母先天的运势 就是我们这个早年的运势 那么两根手指的地位呢 这个跟位置刚好是一头一尾 遥相呼应 小指呢 也称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二根拇指 但是我们说这个小指如果是过短的话 这个短的标准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食指的第一和第二指节 超过一半 就算可以啊 那么如果是短于一半 比如说这个在这么长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过短啊 过短再加上如果是小拇指外撇的话 那么 整个晚年的运势堪忧 子女呢 往往是不成才啊 多为子女担忧啊 好了 有关这个几种手向特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关门的困惑 可以关注同名的公众号 或者是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